今天是北斗大楼行政案 演党17年 中央保祖金区21页 持续保留 持户在2021年 修正中心提出 持平中心行政界位 协定行政与协定 保证先级几位 集中定格 議員丁守华 今天终结孙 烦恼目的持续背景 供业影响行政的政党 供业持户 要跟所相关的作业定书 当时担对内部 使用空间 逃生几位 和持户中心 能影响经验 港医市政府在日空 2020年 正原本的北斗大楼 行政案修正 该为行政市民中心 调向欧天的方向几位 我今生计几位 就没完行 经济中台上总合 几位思考 内政部和公共 工程委员会 但行政院中修华 反而不够一直起够 逐个持户没关系 来加速相关的作业提出 赶紧推定建制 供业的制度 来影响到市政中心的行政政党 你的整个计划书里面说 115年会完成 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 115年年度 能够完成整个大楼的起照吗 目前我们朝这个目标的努力 不可能啦 市长你自己又定一个目标 当然你和我的资料是185年 我认为不可能 188年就有困难啦 因为你现在跟什么阶段 你现在到什么阶段 现在目前先期规划 已经要订稿了 先期规划订稿 那后续呢 后续就是提送 帮包 没有提送综合规划书 给这个内政部跟公共工程委员 那这个要多久 目前我们预计是半年 另外 陈队地的市政中心 内部输使用整个月 原本已经是有目前 在北斗办公的处设前日 南斗大楼 又在由外部的 副书记关政策 但是计划书划书认为 这种拔签的方式 将会浪费收拾的资源含书赏 后续市府要心心病故 工夫妇这一层一层 小的家庭 大的担任 但是空间那里要秀 所以说当时会规划在 处长 我想你讲的 这些都不是问题 事在人为 整个设计规划 我们现在都是进行中 你现在可以复合 才要搬进来 做设计 朝这个方向 因为你在搬签 我想还要再花很多钱 然后这些电脑的搬动 或者是什么 人事 这些都是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在未来 还要花10亿的建设费用 前提 我们尽量可以减少就减少 这我是在这里建议 我希望 你们这边来报 今天把我的建议回去 你们审慎去评估 同意市市民中心 以及幸运第下两战 第上13战的 目标适用大楼 以及中立14的单位 831位办公经馆 其中一楼到三楼的空间 怕算要猜出 在欧天的方式应温 总结港庭会用 30亿高情万 有充用保障21亿 其他有支付组 一定每年5月开港 明国185年7月份完港 最新新闻 都定送往收散 刚一起彩虹报道 在欧队市购物节开始咯 从今年11月1号 到明年2月6号 来在市消费 取得发票 不限金额品项 打开LINE 好友登录发票 就能换积分 抽大奖 每一元积一分 500分获得一个 抽奖机会 1000分获得两个 一个人最多 可取得20个 抽奖机会哦 积分除了抽奖 还能参加加购王 争霸赛 神秘好力加买送 消费越多 等级越高 分有特色主题中 专属线上商城 助你冲击分 拼身等 此外 在活动期间 入住家一市特约旅宿 可获得600元加奥金 限领限用 轻松购 家一市购物节 吃喝玩乐 都在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